农历三月初三是轩辕皇帝的诞辰 轩辕皇帝被尊奉为中华始祖 每年到了这一天 世界各地一同摇拜皇帝 今年由国民党前副主席胡志强担任主拜官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都是炎皇子孙 恭拜轩辕皇帝 就像孝顺自己的父母一样 中华民族始祖 绝远皇帝 一百位学生轮流高举百家姓旗帜进场 象征炎皇子孙心火相传 祭典遵循二十六道传统古礼进行 产观学界人士共相胜举 为我们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 这个祭祖大典 主要是表达一个圣终追缘 为传统祭典资入活力 学生们身体力行参与 象征不忘本 选在皇帝雷葬寺举办 透过古礼公拜仪式来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记者钱春树和宁领桃源报道